另外也是最新的焦点为您插播 只是有犯人为了逃亡要越狱 但是你有听说过 有人居然为了探监也潜入监狱吗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王嘉玲 来带我们来了解 嘉玲 好主播在昨天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一名灵性男子 他是企图想要翻过这个新竹监狱的围墙 不过呢 爬到一半的时候就被警方给发现抓了下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他的衣服当时是直接卡在这一个 铁圈上面 那么见到警察局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他的右边肩膀 还有右边的脚跟手 都有一些伤势在 那我们来听听稍找的这一段访问 你说新无线警察无人了 没有 因为他讲无人要有一个具体 是啊 是啊 他具体了 你说 讲具体要讲很明白 伤害罪六个多月 他没办法办 要讲别人去跟他讲 那么这一名灵性男子呢 他进到警察局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有点喝酒醉了 说话都不清不楚的 那么他说他会想要翻越这个新竹监狱到里头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哥哥被关在里头 那么每一次灭疫的时间都只有十分钟 那么因为他实在是太想念他的哥哥了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那么以上总共最新情形主播 好 有人为了探监居然爬进了监狱里头 谢谢嘉玲的连线报道 稍后完整追踪讯息